這次展覽的感受 我可以非常開心 我覺得很榮幸可以參展 其實嚴格來說 我本身是演奏和教育的 不是一個做展覽的藝術家 但通常做的樂器都是 給學生玩 或者是自己的表演用的 但我這次很榮幸 可以跟另一個15位參展家 一起參展 看到大家各展所長 大家都非常有心 至於有些難忘的地方 可以說是由三月底起 就開始不停進出文化博物館 來種水瓶 我突然覺得自己已經文化了很多 尤其是很難忘的 試過有幾晚工作了十點半 整個文化博物館已經很寂寞 我醒來有一齣電影叫做 《Night Museum》 我說咦 其實那些動物在裡面 很多的展品 原本正在剪片變成活生生的恐龍龍 在想 會不會有這樣的經驗呢 非常好的玩意 特別是水瓶 因為真的不完全構思 日思的照片 想想是否可行中 就順利上網做很多資料 其實是和自己很多賤賞 到真的做出來就好像嬰兒臭大了 聲音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好玩 很感謝給我這樣的經驗 其實今次希望參觀者 他們除了盡情敲打之外 還有兩個重要的地方 一個就是希望他們認識到不同的 世界各地的文化 他們的古代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 關心這個世界 一方面也是留意一下身邊的事物 很多廚房用具 很多水樽都可以做樂器 希望他們也注重環保 還有發揮的展品 我想這些這麼大的股價要去敲一下 士巴拿球不可以用事 那個煲煲煙煙的吞得很辛苦 都應該去玩一下 至於外面的水樽 或者有一個很大的水桶掛著 很多煲煲餐餐 其實都是不可以不玩的 希望各位大小朋友來參加的時候 除了盡情玩 都希望尊重這麼多藝術家 但是他們真的很多 譬如很心力血做了展品 希望大家除了玩之餘 要愛惜展品 譬如有些可能有些鬆脫了 你可以拿回來 給予保安姐姐 給予文化大使 希望大家來到博物館 一方面學習 不是遊樂場 這個不是真的 基本都是要愛惜 希望我們一路由 現在一路到九月 希望有更多參觀 參觀者可以一起玩到 大家記得這個展覽 一路到九月二十三日 就是香港文化部物館 多謝你玩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